嗨我是林偉 這則影片或廣播想要跟你談一談 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的三大成功行銷策略 OK其實好市多量販賣場 它在台灣和大部分的賣場 例如像是家樂福啊 或者是大潤發、愛買等等 這些賣場都不太一樣 有它的獨特差異性 例如它賣的商品有一些差異性 就是Costco它大部分賣的商品 像是美式的商品 然後還有是它的會員制度 一般的賣場可能都是你想去都可以去 然後即使你沒有加入會員也可以進去 但是Costco它是要成為它的付費會員 OK你要先花錢加入它的付費會員 你才可以進去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事業或公司 它成功都有它的一些原因 或者是一些成功的行銷策略 特別是這個每年竟然要花錢加入付費會員 才能進入它賣場去購物的 這樣子的一個賣場 而且它的每年的會員費用還不便宜 在台灣要1200塊新台幣 並不是說像是1200塊新台幣這樣子的價格 OK 但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 它在全球啊 依然擁有超過7000萬的付費會員 非常的誇張 你看你 假如全球每一個會員都收1200塊新台幣 乘以7000萬 你算看看是多少錢 非常非常驚人龐大的一個數字 OK 所以這點也引起了我對於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的一個好奇心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跟你探討一下 Costco好市多它的一個成功的行銷策略 我相信應該會對你有所幫助 OK 首先我歸納整理了三個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的成功的行銷策略 那這三個到底是哪些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差異化產品和品項精簡 首先我認為Costco好市多它的產品和大部分的賣場產品都不一樣 像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因為Costco好市多它主打美式的一些商品 甚至很多都是大包裝 例如像是洋芋片、生鮮、手屎等等 這個其實在我們行銷當中講的就是市場區隔 你的商品和大部分商店的同類型商店的商品都不一樣 OK 所以別人如果想要買這類型的商品 他可能就只能跟你買 因為別人其他人沒有賣嘛對不對 這對於一個以銷售產品、銷售商品為主要獲利模式的商店來講 商品的差異化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除了差異化的商品之外呢 Costco好市多的它的商品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品項精簡 簡單來說就是商品種類較少 其實以一般像加樂福或愛買阿大潤發這種大賣場來講 他們的商品品項通常都在平均都在五萬件左右 這個是由數據調查出來的 平均在五萬件左右 可是你去Costco好市多賣場 你會發現他們每種商品的選擇其實並不多 就那幾樣 沒錯 其實Costco好市多賣場 它的商品品項總共大約是四千件 OK 平均來說它的數字是四千件的商品 大約是其他同類型的大賣場 像是大潤發、愛買阿、加樂福阿 大約是他們的十分之一 甚至更低 但選擇少對於它的業績來說 你覺得有影響嗎 答案是反而沒有影響 甚至應該說它的商品種類少 反而讓購物的消費者更容易去做選擇 更容易購買 這個就是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的成功行銷策略 第一個 OK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付費會員制度 第二個其實我不得不提的就是 Costco好市多賣場的付費會員的制度 因為基本上只要是開店 或者是你是做生意的商店 你都希望你店裡面高朋滿座 然後每天都有很多客人來上門光臨 因此中國其實也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叫做來者是客 對不對 OK 從來沒有聽過店家不讓客人進門 或者是說設定一些限制條件才能進入的商店 但不好意思 Costco好市多賣場 它就是需要你先付費加入會員 你才能夠進入消費 那台灣地區的Costco好市多賣場 一般個人會員要入會 必須要先繳多少 1200元新台幣 不便宜喔 1200元 而商業會員的會員費是1000元 新台幣 並且你可以在額外辦你每張500元的商業付卡 那每個人最多限辦6張 就是一張商業會員的會員卡 最多可以辦6張的商業付卡 那重點就是 無論你是個人或者是公司行好 你一定都需要先繳錢成為Costco好市多賣場的付費會員 它才會讓你進入他們的賣場去購物消費 這其實和一般的商店 無論是實體的或網路的都完全相反 甚至是除了好市多Costco之外 其他的量販賣場從來沒有這樣的付費會員制度 這個其實在行銷上面是一種立向的操作方法 OK 但為何需要繳會員費才能進入賣場 它卻能在這樣子競爭激烈的量販市場當中屹立不搖呢 而且無論在台灣或者是美國 Costco好市多賣場的業績其實也都非常好 原因就是Costco好市多賣場 它的付費會員制度會讓人有一種尊榮感 沒錯就是尊榮感 這種尊榮感會讓你更想去裡面消費 就跟VIP會員是類似的道理 而且需要繳會員費 讓Costco好市多賣場進一步的篩選出了它的更精準的目標客戶 其實我認為無論任何行業都有它的精準的目標客戶 即使像是7-11這種便利商店或者是大賣場也是一樣 其實我問過很多經商的朋友這個問題 你的目標客戶是誰 那大部分經商的朋友他們都回答我說 欸每個人都是我的目標客戶這一句話 其實我認為這是非常非常錯誤的觀念 因為即使你賣非常多種的商品 每種商品也都會有不同的一些目標客戶 那你應該去分配和篩選出你的事業精準客戶 這樣才能真正有效益的去推廣你的商品 OK 而正因為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的付費會員制度 進而會讓進入賣場的客戶產生一種想要賺回會員費的一個心態 而且進而他們有可能會多購物 因此其實他們經過觀察分析後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這些進入Costco賣場當中的一些會員 他們 許多買了一些原本他們在其他量販賣場當中 從來不會買的一些商品 OK 這其實也是一種消費者心理學的運用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會有貪心 貪小便宜的這種心態 他們想要賺回這個一千多塊的會員費 這就跟我們常常去吃到飽的餐廳一樣 因為想要多吃一點 把那個吃到飽的那個四百塊五百塊 甚至是一千塊那個吃寶貝的那個費用 賺回來 OK 這是一樣的心態 所以這個也是Costco它的成功的關鍵的行銷策略的機制 OK 就是付費會員的一個制度 那第三種呢 就是零風險退貨機制 最後第三個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的成功行銷策略 我認為就是零風險的退貨機制 其實一般我們在其他商店或者是賣場去買東西的時候 他大部分可能只有七天的買一保證 那頂多頂多到兩週 或者是30天 其實30天的已經非常非常少 但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 他們除了電子商品限定90天內可以退貨之外 其他商品啊 他基本上都沒有限制退貨天數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驚人的制度你知道嗎 這等於商店其實他背負了非常大的風險 因為隨時都有可能會被消費者退貨 甚至你餅乾一整盒 你可能吃到最後一塊你要拿去退 他也照單全收OK 但不得不說 這個的確是一種非常成功的行銷策略 而台灣大部分的人都以為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 他只有30天內才能退貨 但其實那是不正確的資訊 因為事實上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 他們對於會員的退貨 基本上都是不限購買天數 照單全收的 不幸的話你可以自己去賣場問看看店員 或者是測試看看你就知道了 其實雖然多少我們都聽過有奧客 然後他故意退費的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但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 他這一種零風險退貨機制的確 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特別是在行銷當中 其實他是一種風險逆轉的行銷策略 因為購物原本的風險 你去買東西原本的風險都會在 你就是買家身上 但透過這種無期限的零風險退款制度 這樣子的風險等於完全轉移到了賣方身上 因為你無論買了多久用了多久 你都可以拿去退 而且對方都要退費給你 這其實會讓更多人願意去Costco好市多量販賣場 消費購物 畢竟買了他們的東西之後 如果不喜歡我隨時可以拿回去退 這是對消費者最大最大的保障 既然你購買商品是完全沒有風險的 那當然讓消費者購買的意願就更大 這也是為何我前面提到去Costco好市多賣場 都會讓你買很多原本不會買的東西 這個風險逆轉的零風險退款機制 退貨退款的機制 也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他的一個成功因素 因為這樣不僅僅是想賺回付費會員 費用的這個心態的消費者 還有就是他覺得他買了沒有風險 他不喜歡隨時可以拿回來退 但是真正買回去之後 有拿回來退的少之又少 OK 可能那個比例可能不到1% 這也是因為在這裡購物 在這裡購買任何的商品回家之後 你都完全沒有後顧只有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這個其實也是行銷策略的運用 OK 那其實任何成功的事業體啊 都一定有他背後的成功原因和行銷策略 絕對不會莫名其妙就成功了 這種案例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這個內容呢 未來你可以把這些成功的行銷策略 成功的一些客戶案例 運用在你自己的事業當中 然後幫助你的事業更成功順利 OK 我是林偉 那我們下一則影片或廣播再見 掰掰